之前网路广告打很大的 OVO K1无控电视 风靡帧无线投影机 厂商素质给的不明不白 亮度也是标的不清不楚 不过2万预算的话 这两台也是OK啦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对画面比较古摸 不想花冤枉钱 这台BenQ V6000 就是你在10万块 能买到色彩最准确的雷射电视 既然都要花10万了 你是要85吋 还是两倍大的120吋啊 今天就让我们甩开你家的小电视 来享受百寸画面带来的快感吧 小客厅载房间多么装得下哦 看看这面大墙宛如天然的布木 转翻啦 放在地上一头 靠这个画面我关了灯 咬一咬也看不下去啊 充满光爱的白天 就根本画面扭曲颜色淡薄 这时候就要用100吋的Vividstone S Pro黑炸抗光地生木 画面一看就知道跟墙壁 墙了不知道几百倍啊 那既然称为黑炸抗光幕 顾名思义就在有光的环境 依然保持很不错的画面颜色和对比 不过但防御的光线 还是有方向性限制啦 你仔细看它有上下两层 上面就是拿来吸收光线 下面用来显示镭射电视的光 光头上打下来OK 从左右来的话就NG啰 如果你想要最佳的观影体验 还是关灯一切审视啦 不关的话依然可以看得清楚 关了看起来更顺眼喔 消光机的金属外壳 左侧是电源插口 电源键三段式升降控制开关 随附红外线接收器方便遥控器控制 还有一支USB讯号发动器可以无线联动 只要启动投影机 投影布幕就会自动升起 关机又会自动收回去 完全不用遥控器了 不过布幕没有防夹侦测机制喔 剩下通常你千万不要手剑啦 但是厂商还是有付你两支遥控器当备品啦 那27公斤体重真的重到不行 一定要两个人搬 不过好处就是不用钉墙固定就是了 安装难度跟那种钉墙固定的下拉布幕 比起来根本幼幼般等级啦 主要用管状马达跟V型支架支撑布幕 也不会有皱褶、压痕什么的 也跟雷射电视一样放着就能使用囉 你在保留房间格局的前提下 能快速使用更不用请人来安装 超爽 雷射电视说到底还是投影机 跟一般的电视背光显示差了一大截 所以不要看到雷射电视就高潮啊 搭配好的父母才是王道 雷射电视也不是新概念了 它本质上就是超短胶雷射投影机 之前对爱很流行的小米机工电视也一样 官方都只提到RAC 709 电影工业最讲究的DCIP塞色域标准 资质不提 像你还敢妄想它们有足够的色彩准确度吗 至于台厂BenQ V6000 倒是省掉人工校正的大工程 直接给你精准的96 RAC 709 还有电影迷一定要坚守的98 DCI-P3广色域 有这个最厉害 不给你过度浓艳加油天出 就很接近在电影院那样的自然啊 可惜亮度略输FX就是了 表格一列就知道选谁了吧 投影机的显示能力就是看颜色和对比度 之前我们测过的BenQ灯泡投影机 W5700 699那台呢 对比度最高有10万比1 那今天这台V6000更是飙到5倍的50万比1 那个亮暗细节的程度啊 堪称是投影机界的OLED 不过当然价格也跟着贵一节就是了 V6000主战场电影部分 我们就用Netflix串流 还有UHD 4K蓝光电影 跟你们说100寸的效果真他妈震撼 不过SDR影片就建议把图片模式调到Cinema 色彩还原度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是HDR影片的亮部都会有点过高 把HDR值调到-1或-2 这样可以更加强亮部细节 也能让色彩看起来丰满 但不会有浓艳甲甲的感觉哦 大画面GATE 不叫朋友来假开啪真炫耀就太不够意思了 那看球赛演唱会就请打开Motion Enhanced 4K AKM1 MC动态补帧 整个人物画面就会有60fps的顺畅感哦 那这模式就最适合看Live 不过看电影不想太出戏就不要给我乱开哈 你用投影机玩游戏 追求的就是靠北大的萤幕 所以反应时间跟延迟度 就别想拿来跟高阶4K电视比了 V6000的4K 60Hz刷新率拿来玩射击游戏 还算是顺溜啦 几乎不影响射击手感 不过没有HDMI 2.1 也没有完整支援PS5跟XSX的4K 120Hz 还是小可惜啦 而且官方虽然标榜一起打电动 但我想应该只一起玩马六赛车吧 不然内建图片模式竟然没有游戏模式 只有音效有游戏模式可以选 就不能做全一点吗 不过BenQ自家调教的Trivolo 5W加5W扬声器 最高50级的音量 那在10屏左右的房间 就可以发挥很不错的音场效果了 人身的清晰度和低频的分量 都有达到该有的水准 但如果你加更大或是你是狂热发烧油 就直上声霸或扩大机比较实在一点 呜 电视跟投影机这样看过一轮 老实说我还是比较喜欢 BenQ V6000的呈现氛围 保留射准的优势也不会太超过 看起来就像在电影院一样舒服啊 BenQ雷射电视其实有V60000跟V6050 两种型号 不过它们除了颜色以外 规格完全一模一样 前面有织布材质包住的5W加5W TriVolo扬声器 原型BenQ logo则是红外线接收器 左侧除了进气口没有其他接口 右侧则有排气口跟三个USB Type-A接口 触控电源键在顶部右下角 也有可关闭的LED指示灯 金属材质防尘保护盖 开机跟关机都会自动开启跟关闭 两侧的护眼感测器被遮挡到 就会自动关闭光源避免眼睛受伤咯 除了右侧USB孔 主要Io接口都在后面 一共有两个支援HDCP 2.2的HDMI 2.0 其中一个有支援ARC音讯回传 此外还有一个光纤音源输出孔 在声板、黄阔或是无线耳机 最高都支援到5.1声道 不过不支援Dolby Atmos Path-Thru 一口电脑用的RS232 一个拿来钢控制器用的USB 2.0介面 全英文的遥控器有非常多的设定快捷键 按下备攻键则会发光 在全黑环境下也可以精准的操控 不过按下去的回馈感就浅了一点 耗电部分 运作中最大500W 待机的时候就会降到低于0.5W 风暂噪音则大概在52分贝上下 看影片开声音就感觉不到了 投影机有很多Mega在里面 以前的选购指南影片都说清楚讲明白了 再次强调BenQ V6000 就是你在10万块钱能买到色彩最准的雷射电视 放在地上短短30公分 就可以有120吋超大画面 BenQ V6000搭上Vividstone抗光幕这个set 对我这种电影风来说看起来真的就是爽 至于可不可以真正取代电视 我是觉得体质上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V6000还是没办法在太亮的地方看 按下电源键也要30秒才能看到影像 跟10秒就能开机的电视相比也是慢了一点 不过还是比其他类投影机快很多了 尤其是那些标示不清的投影机 不管解析度、亮度、对比和色域程度 一昧将你投墙投个200吋我也是黑人问号 购买钱还是记得停看听吧 钱你10万你会买85吋一般电视 还是两倍大120吋的雷射电视 就在留言告诉我吧 好啦那影片就到这边 FB IG 卖场订阅就别忘记了 这是科技狗、CG豆狗、Deesan 掰掰 infinity by bwd6 by bwd6